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南汽流的影响 大雨持续侵袭着南台湾 被炸裂崩坏的马路 瞬间变成了一条河 才刚经历烈火烧到门前的恐惧 现在又要防范水的入侵 短短两个星期 高雄居民遭受了气暴与水灾的 双重苦难 就一直担心就退了啦 不会讲 这火灯是开始热的 10个就开始热了 下几天啊 是 11点我就开始热了 热得真了都没停 真的都 比民党真的都受灾害了 担心雨时过大 门前的凯旋河水位会越来越高 林长陈鸿明赶紧出门查看状况 每天他都要在住家附近 寻寻看看走上五六回才能安心 大雨不停积水不退 许多居民也纷纷在门前围起沙包 来备战 半夜起来堆沙包 因为下一直下 一块烟了就丢沙包 这都怕饮水啦 饮水 这如果在那里 在这里就直接饮水了 水已经烟到上面了 那我们整夜都没办法睡 你看我们那个纸啊 搬搬搬啊 搬到 真的是好苦 正准备调试心情 整理家园 重新开始生活 水灾 让他们的居住安全 和身家财产 再度面临威胁 临近气暴灾区的一些店家 虽然幸运的 没有被气暴直接波及 但是却躲不过水的劫难 天楼烟啊 只要下雨就烟 就差不多3045公分左右啊 气暴之后就 对气暴之后才这样 还好在民间企业的协助之下 快速设立了简易的防水闸门 暂时免除室内淹水的困境 不过大区的排水问题要解决 可是一场长期抗战 这场气暴受在范围 扩及6公里 就是因为石滑管线 穿越了雨水湘寒 而丙夕顺着雨水下水道流窜 才加重了气暴的灾情 连带的三多路 凯旋路以及一星路的 雨水下水道通通被炸坏 整个排水系统失灵 无处宣泄的雨水 与家庭污水 只能往低洼地区流窜 现在最困难的是 它本来是底下的下水道系统 是串联的 是有一个设计的流量跟方向 但是大干管破坏了以后 原来的串联的系统就中断了 所以它必须要重新再去做 一个系统的串联串接 高雄市政府紧急调用 30台抽水机 一方面抽取地面积水 另外一方面 直接将下水道的水截流 抽到其他的排水系统 在比较低洼的地区 我们希望能够采用分流 还有截流的方式来处理 那把这个水 引到不同的排水系统 那还有就是 我们这个 沿岸香港的那个渠道 我们也把它挖得比较深 收集这个沿岸的水 把它尽速排到我们下游 那个5号船群 短短三小时就降下了超过150毫米的雨量 失去排水系统的灾区根本难以附和 这场灾难除了掀开各式输送管线和下水道系统共存的风险 更凸显了台湾的城市过度依赖排水系统的警讯 台湾的都市的排水 都是靠了所谓的地下的排水系统 这次老天降下了这些雨 原本的排水溝都不能 没有办法运作 当然只好就淹了 所以这次的 其实让我们另外一个很大的思考 就是说 透过都市规划的层面 去做一些所谓的保水 制航 那以后真的有一天 又像高雄一样 我们排水溝不能运作 但是因为我们每个基地 每个地方都自己能够 像海绵一样吸了一些水 那当老天降下了那么多的雨量的时候 不至于淹那么长 在气泡与淹水的加成效应之下 整个受灾区域面临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那就是房屋结构是否安全 地基是否稳固 就是你的啊 你的或者是说 还是个弟弟就好 我一家说会下线 是这样的啊 这个两个 这个两个 是 是 高雄市建筑师工会的成员在8月1号 也就是发生气爆的隔天 马上来到现场协助鉴定房屋结构的安全性 初步研判 气爆瞬间的震动威力 并没有对建筑结构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为第一次我们是此刻现场状况 让居民安心一下说 这个房子大概还不会损害 跟921地震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921地震就是地震来的时候 是用加速度反复收到载重的情况下 才会建筑部破坏 那这次爆炸一爆以后 整个只有单一次攻击的爆炸力 所以建筑部还算 没有收到反复的载重 所以它是 丢起来就稳定下来 就没有什么多大伤害 之后又陆续出动了将近80位的建筑师 逐一帮居民搜集房屋毁损的证据 以作为未来求偿的重要依据 有搜寨物他跟我们叙述说 他的建筑物哪边坏掉 然后我们就去做办法做记录 这是我们今天记录下来的 我们会给他转换成一个修复的金额 你们有那个先说说一个 就地下室啊 地下室 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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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的味道会漏出来 不知道就都旁边啊 都会漏啊 旁边 都够香 稍稍香 是不是 都稍稍香 旁边有 旁边有 旁边都在旁边 是 嗯 嗯 汐水系统又正向的情况之下 都淘标了嘛 是 现在就是派取 subsidies 他就开始纸水 在外面呢 在外面都有源汲水 这就是一个水汁 San whereín 对 毁掉都一定 就是这样 现在整个 我们这排这些都有荭 荭 van 迪惡 很多时候开始 yarn 漏持 天氣幾天沒有 現在縮臉就像我一樣 沒想到雨水下水道的大崩壞 引發第二次的災難 甚至還可能危及居住安全 在淹水多天之後 住在凱旋路旁邊的居民 發掘地面上的裂縫是逐步擴大 門前的人行道是一天一天的崩毀 讓人看得膽戰心驚 本來都沒有這麼厲害 然後現在你去看不見水 水把那些都是 對啦… 我們這個沒這麼厲害 就是這次都用水去那邊 去那邊先讓 然後拿下去變成這樣 那現在就是排水槍看功能失效 導致它的水會激起來 那底下水會上升 現在的水會上升就會 然後時間一久 它土質就會鬆軟 鬆軟它就會黃 比較有水的地方 會往那邊撐塌 它一撐塌之後 雨水再滲透進去 讓土質更加鬆軟 那等於是你就會發現 現在看到連那個人行道 整個都會往這個中央滑落 如果繼續掏空的話 可能會危機它的這個基礎 基礎會掏空 你看到最早的地基礎 眼看著自家房子地基快保不住 居民是急得不得了 只要你家裡 去就要家裡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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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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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他擔心說他的房子 會有一些地基掏空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好他打塞以後 就是可以穩固這個地基 那另外也可以倒水 那剛好他打塞完畢以後 我們就居民這一些沿線 我們先行做一個沒有膨脹的混凝土 優先來先處理 把他的地基穩固 讓他們能夠安心 於是尚未停歇 廠商就開始加緊趕工 在道路兩旁築起一道道鋼板樁 兩萬多片的鋼板樁 能不能保障居民的居住安全呢 高雄市政府表示 預計8月底完成鋼板樁的打塞作業 之後10月會完成香航的鋪設 到時候就可以解決排水的問題 10月底會讓道路通行 到了12月人行道與路燈 將可設立完成 總經費初步估計為19億元 19億元的代價 或許可以讓氣爆災區 換一個新容貌 但是很多失去的人事物 再也無法復原 去死了 不用怕會生的 這裡人都完都死了 家裡都這樣 每天給水都在沖刷沖刷 蒜阿 這家裡還有人的 那全都是一種 很漂亮 一地下是個精神 有的 很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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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那麼 不用 還有這間店 這跟這間店 真的 無語混沌 好苦 屋外仍是一片殘破的景象 居民強忍著傷痛 努力回復日常生活 等待天晴的日子 是如此的漫長 我扛下說坐了 就要坐 一連串的政策錯誤人為舒適 讓災難不斷的堆疊 即使地面上的城市景觀 陸續在重建 地面下的管線危機 仍充斥在城市的角落 與石花為零 風險就不曾演明 決鬥 注意 注意 對 失敗